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香港的教育沉淪的速度比想像中快很多 昨天我做了一段影片說在網上有人對考評局的某些職員 過去十年在網上的言論拿出來逐個選賬 說他發表仇恨言論、反政府 其中一個職員說回應 我想這件事已經幾年前發生了 回應在大陸有人穿著日本軍人的服裝去舉行結婚儀式 被中國當局扣留了所謂的精日 然後這位職員在網上說 其實沒有日本親華沒有新中國 說中國當局亡本 這個視為傷害民族感情的一個說法 要追究到底 現在香港的左派政黨、左派媒體、其他建制媒體 總之一定要抽出那幾個人出來 然後最後要解僱 這件事還未完 另一件事又出來 昨天中學DFC的民航市 歷史科有一條必答題 就說給了一大堆資料 然後就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1900年至45年間 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 這個說法你是否同意呢 出了這樣的題目 我看完之後都覺得 這次真是大益事獲 一定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一定會引起左派群起而公之 果不其然 不單止是左派 甚至就是教育局 也發表了一個非常嚴厲的聲明 就去指責教育局指責 這個試題嚴重傷害了 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 國民的感情和尊嚴 促考評局嚴肅跟進 那麼考評局就今早一早就回應了 回應了就由這個考評局的 昨晚已經有聲明了 今早早 這個考評局的秘書長蘇國生 出來說將會嚴肅跟進 處理這次的事件 對於有意見認為 民憑史歷史科試題 可能嚴重影響了日本侵華戰爭 裡面受到莫大苦難國民的情感和尊嚴 深表遺憾 這個就是回應教育局的說法 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蘇國生就說 歷史科剛剛考完 還未開始月卷 現在評論試題恐怕會影響 月卷的公平和公正 和考慮 考生的利益 又是 你現在這樣去評論那個試題 答了 卷就交了 那是怎樣 叫那些月卷的老師 跟著所謂的政治正確去評論 是不是 去改捐 蘇國生說 考評局有既定的機制 包括 審題委員會和科目委員會 在事後都會檢討 試題用詞方向水平 衛生一連的試題 作出調整 審題委員會和科目委員會 裡面有什麼人呢 有大學教授 有豐富教學經驗的中學老師 校長等等 而審題委員會 會就課程評核指引和評核大綱 議定這個試題評卷指引 反覆討論一致 接受才會定稿 這個不是個別 剛才說 被左派追殺的兩個考評局裡面 其中一個負責歷史科的職員 一個人自己說了事 寫一條這樣的試題出來 可能根本沒有參與 現在不單止政府出聲 不單止左派出聲 你要全面管治的駐港機構 大陸的駐港機構也有出聲 都說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我們議題論題 雖然我不是讀歷史 但我對歷史真的很有興趣 埋手在固子堆裡面 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尤其是近代的歷史 我不敢說是研究 我沒有什麼心得 但也有洩裂 那條題目是 1900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 帶來的利多於弊 你是否同意此說 這個說法是open 即是open end question 你是否同意 你可以不同意 你可以同意 你可以同意裡面有不同意 你可以不同意裡面有同意 你可以說他有沒有引導 如果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同學 我覺得不存在引不引導的問題 有些人說你提供的資料 其實都會有引導性 你作為一個獨立史的學生 你不單止只是 給考評局提供的資料給你 你可以在考評局提供資料以外的東西 如果你是讀歷史 跟通識科不同 通識科因為包羅萬有很多東西 你可能碰都未碰過 他突然間出來 根據他提供給你的資料 你可以去回應 可能會有一個局限 但你也有一個獨立思考 你可以看到有些東西 考評局是沒有提供的資料給你 你可以引經據典 有根有根據說 你作為獨立史的學生 你可以回應 他就說 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 你可以反過來 是弊多於你也可以 不會說你錯 看你是否言之成理 不單止中國大陸的人 玻璃心 香港的左派全部都是玻璃心 他所謂的玻璃心 其實就不是真正的玻璃心 他所謂的玻璃心 其實是說 今天當權者的看法 如果今天當權者的看法定下來 例如是A 香港的左派 但香港的建制 就不敢說B 是不會說B 一說B就會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但如果今天的當權者 剛剛相反是說B 他就不會說A 因為你說A 你便會得罪這個當權者 美其名就叫做 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我為何這麼說 我記得香港曾經在立法會 有人動議討論南京大逃殺 當時的中日關係空前良好 於是香港左派的立法會議員 阻止這件事 擔心討論這件事會影響中日關係 我覺得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香港這班左派 即是 根屁蟲應聲蟲根尾狗 用這個方法 用這個形容詞 都不足以形容這班人的無恥 例如韓國 或其他曾經受過殖民統治的國家 例如說慰安婦的人民問題 日本是強烈抗議的 是嗎 但在中國 慰安婦的問題 其實完全是 跟著中日關係 的好與不好 是不停搖擺 跟韓國很不同 韓國一以貫之 說明要殺償 要賠償 中國又怎樣呢 我記得 當時做無線的時候 找到一條線索 其實中國都有 一些行傳的慰安婦 大家知道慰安婦 說得白一點 即是軍技 被日本侵華日軍 發洩性慾 當時日本政府 一直是否認這件事存在 即是說沒有慰安婦 沒有慰安所 這班人是自願去做的 大部份的慰安婦已經死了 在中國 幸傳有幾個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在山西某些農村裡 於是我有條線索跟著 誰知道 當時日王 即將訪華的日子 不能夠影響中日關係的前提下 我們派上去的整隊 crew 全部被拘捕 當然最後他不會坐牢 說完一輪數之後 就放回 總之 在影響中日關係的前提下 慰安婦 這個題目是禁區 是不准採訪 不准播 每一個慰安婦 在那段期間 都有大陸的公安國安人員 是嚴密地去監視 有任何風吹草動 都要報告上去 然後就將一些 擅闖慰安婦的 擅自訪問他的人 全部都要拘捕 當時 已經是這樣 即是說 所謂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所謂的這個 這個在講義戰的時候 日本對中國的郵輪 對中國的傷害 講不講出來 和講幾多 全部都是和當前的政治形勢有關 中日關係好 是不准說的 中日關係不好 你可以大講特講 講幾多都可以 但到中國關係又好的時候 你全部收回 中共的歷史觀就是這樣 中共的歷史是為今天的政治服務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很悲良 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日本為中國帶來利多於弊 這個說法 我當 如果我當這個正面 我這樣回答是利多於弊 我也是完全有事實根據 不是今天這樣說 這個題目 會令到 這個侵華戰爭裏面 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 情感和尊嚴 是受到嚴重影響 其實不是 如果這個說法是真的 有一個人 就要拿出來 譴責 這是誰 就是中共的國父 毛澤東 我昨天那條片 都很詳細講過 毛澤東在他在位的時候 由一九五幾年開始 就是拿到政權之後 到他死之前 先後都講了很多次 是感謝日本侵略中國 講了很多次 我找到一些資料 我自己就 當然不是這個專家 我也是 叫做跟別人 拿了一些資料 這位就 一位相當專業的 一個作家 他叫余潔 現在當然 因為 異見人士 已經是 你說他流亡 可以 移居又可以 就去了美國 余潔的書 很多是很值得看的 他有一篇文章 我在網上找到 他很有系統 將阿毛 公開感謝日本侵華 的言論 很有系統 引經巨電 寫出來 很長的 當然我不會從頭到尾 說一次 他說 總共 最少 他找到的資料 有七次 公開感謝日本侵華 最早的資料是1956年 那 見的人 就是 前日軍的中將 我想也是侵華 中日友好 舊軍人協會創辦人 叫遠藤三郎 訪問中國 將日本軍刀 交給毛澤東 表示日本軍人不會打仗 為往戰爭行為道歉 何東對他怎樣說 他說 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 即是老師 我們要感謝你們 真的你們打了者一仗 教育了中國人民 把一盆散沙的中國人民 打得團結起來 所以 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送了一個齊白石的原作給他 他發達了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 阿牧 某程度上 是 有些反諷 多謝你 你打我們 我們才團結 不一定是等於 真的感謝他 你當是這樣 這本來自哪裡 是大陸出版的 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的 1988年的一本書 叫大外交加周恩來 第二次 五六年 跟陳雲一起見 不是陳雲根 是中國大陸的陳雲 參加中日貿易協商交流會 日本商人 一個資本家 南鄉三郎 他也是為了道歉 說日本侵略中國為此而道歉 阿牧就說 問題不是這樣看 以前日本侵略中國 侵略佔領大部分中國 如果沒有這份民族危機感 受壓迫以後的中國人 未必會覺醒 未必會團結 我們現在可能還在山上 不能去北京看經劇 這個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 他所謂感謝日本人 說你迫我們團結 不是真心感謝他 這個就是來自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5年出版的 《文化的外交文選》 接下來的都是從這裡來的 又是這樣說 第三次也是類似的 見另一個左派文學家 他也是說 日本侵略令中國人民覺醒起乃 第四次 也是見另一個國會議員 在毛澤東文澤第八卷 1999年出版的 大概意思就是 如果不是你侵略我們 教育中國人民 我們現在仍然在山上 另外 第五次 意思大概是這樣 然後 到第六次 這個就說得很白 說得很白 就是一本叫做 《毛澤東思想萬歲》 文革期間出版的一本書 他就這樣說 是見什麼呢 日本社會黨人士 有名的 左左木更三 黑田秀南 細碧兼光 感謝日本侵犯 我們是沒有軍隊 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 結果我自己犯錯 不能怪掌解釋 把南方的根據地通通失調 只好進人二萬五千里長征 大家知道所謂長征 其實就是流短 但被人影響 在座的 有惡患有尿誠後 城下的軍隊有多少 從三十萬減到二萬五千人 我們為什麼要感謝日本王軍 就是因為日本王軍來了 我們和日本王軍打 才佑和蔣介寫合作 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 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 有億億人口的根據地 你們說要不要感謝我 OK 第七次就是 在毛澤東卷 有一個作者叫姜儀華篇 亦都是見日本友人 這個不是70年的時候跟西行萬紀 思樂見面的時候說 那些日本人實在好 中國革命會有日本人幫忙事 我跟一個日本人說過 此人是資本家叫南鄉三郎 他總是說 對不起侵略你們了 我說不 你幫了大忙 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亡 你們 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部起來跟你們打鬥爭 我們搞你一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 這不都是你們幫忙嗎 有些說得更白 說得更白 從毛對這些日本人的說法 你會看到 毛不是完全 他是一個很現實主義的人 雖然是一個大魔頭殺人無數 你看到他不是完全像現在那種 很線性思考 一條直線進去 日本侵華 令到中國人身靈塗炭 毛的思考方式就是 日本侵華 令到中國人身靈塗炭 但是為中國人帶來好處 好處 激起民族主義 的情緒 大家合起 抗日 這是一種 如果我答題的時候用這個答法行不行 第二種就確實考慮 當蔣介石窮於應付日本人 日本侵略軍的時候 他根本不能騰出手 去對付 中共的軍隊 於是 令到 毛澤東 及其 佈下 帶來一個喘息的機會 重整 然後 剩下幾萬的軍隊 發展到 百萬的軍隊 足以和國民黨對抗 如果我們真真正正去看這個歷史 其實這個結論是不難得到的 不難得到 我們在香港到今天 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給我們一個很清楚的圖畫 我們看歷史 不只是一面 不只是一面倒 是可以很立體地去看 每一場戰爭 每一次的政治的衝突 或者是軍事的衝突 都有他的政反 不會看得到 如果只有一面看 那不是研究歷史的態度 純粹是propaganda 純粹是宣傳 中共 就很懂得這件事 如果你 看看George O'er 1984 有個真理部 說 誰控制 過去就是控制現在 誰控制現在就是控制將來 真理部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以往 出版的 海蜜 那個主角是做這件事 把過往的標題內容 如果是違反了今天 當權者的一些政治的宣傳口徑的話 就把它改了下來 真理部就是做這個工作 就是誰控制過去 就控制現在 誰控制現在 就控制將來 今天現在中國都在做 武漢肺炎四個字 出版了民間流下來的 刊物或者報紙 很難收回 但在網上全部都沒了 因為不可以說武漢肺炎 說武漢肺炎就是政治不正確 一樣在做這件事 我就想問 特區政府是不是也想繼續做這件事 很明顯是 他對 考評局裏面的兩個職員 在過往十年之間 在網上的言論 現在拿出來逐朝逐朝 用放大鏡 用減微鏡 驗屍共遠 然後對他們秋後算帳 今天考評局 歷史科出了這個題目 是完全跟 今天 中國大陸 的宣傳口徑是不對的 因為他現在跟日本人 對抗 因為日本 很清楚 本來想捅他過來 捅不到 站在美國那邊 於是一定要 過往對中國人民的苦難 日本 侵華 殺了那麼多中國人對中國人民的苦難 在老共的心目中 那不是真正的苦難 是一個本錢 是一個 用來 某程度上 感情上去脅迫 日本跟中國發展友好關係的本錢 我從這個角度去看 歷史是這樣用 在中共的當權者來說 歷史是這樣用 簡單地說 如果你跟我們關係惡劣 我把南京大屠室和委安婦全部拿出來 撒祥 譴責你 如果你跟我們關係友好 對不起 就按下這些東西 慢慢來 慢慢談 雖然你對我們造成傷害 不過 中日人民 這個世世代代有好下去 大家記不記得 以前 有一套戲 叫做一盤沒有下緣的棋 是說類似的 最後的結論 中日人民 世世代代有好下去 我們這些國內人一直看著這個事情的發展 當大家很認真地說 歷史不如歪曲 在中共當權者眼中 他可能背後用來少 因為這是一個政治的本質 不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但是當 香港這班左派 用這些方法 對於 歷史 從一個政治的角度 去窮追猛打的話 我覺得我就替 香港的學生 慘 他們將來 只能夠 讀一個 很片面的 歷史 或者政治 的分析 不單是現在對付的 不單是通識 林鄭說過 中英文也有滲入 現在又反映到 歷史也有滲入 全面清洗 這場浩劫 似乎是不可以避免 說到這裏 支持我的Patreon 支持 深情厚法的Channel CLSS 繼續用不同的方法 支持我 有什麼feedback 你可以 在底下留言 我歡迎很多五毛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 argument是很生 不要只說粗口 我想跟五毛說 你留言 對我來說 便宜了我 每一個留言都計算 簡單來說 每一個留言都計算 明白嗎 你留一個言 對我來說 會有多些收入 我先在這裏 多謝你們 你罵我 不罵我也好 聊到這裏 稍後回來 我先在這裏 再說另一個留言